翠花活得随性而潦草,别人给额头上点提卡式表示祝福,翠花却硬生生将提卡抹成了腮红。 咱们平时经常在吉娜和小美的额头上看到一抹红色,那都是根据当地的习俗专门染上的提卡。 提卡最初的时候只是点在眉心的一个小点,在演化的过程中,有时也会点在额头的上方。 但从来没有人像翠花这样点得这么潦草。 翠花这两天地里的农货很多,从地里回来时天色已经不早,孩子们也刚好放学归来,当地人离学校比较远,所以来来回回需要较长的时间。 一家人到现在都没有吃饭,翠花和孩子们七手八脚一起忙活着生活煮饭。 平底锅里咬了半锅大米,用清水淘洗后,一把一把抓着放进锅中大火炖煮。 趁着煮米饭的功夫,翠花来到山坡上,拱着身子摘了一把小白菜准备炒来吃。 这些小白菜当初是翠花随意种植的,没想到现在还真拍上了用场。 青菜放到竹筐里,放在水龙头下,利用水流冲洗揉搓,大概清洗干净即可。 翠花做事比较鲁莽泼辣,只是洗了一把青菜,就把自己浑身上下弄得乱巴气躁。 清洗好的野菜拿在手上,随手从背后的包袱里掏出镰刀。 将青菜拿在手上,用镰刀一点点切碎。 二女儿帮着在锅中加入一丢丢食用油。 切好的青菜直接加入锅中大火煸炒。 翠花家里人口众多,所以每次煮青菜,分量都不能少。 既然没法保证食物的丰盛,那就尽可能地做到食物的充足供应。 纯纯得小白菜,撒上一把粗盐,再也没有任何调料。 翠花今天一忙,连咖喱粉小茴香都忘了放。 几个孩子都围在翠花的身旁,静静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。 孩子们身上脸上涂抹提卡的位置各不相同。 或左或右,或多或少,或大或小。 翠花自己额头上腮帮子上涂抹的到处都是。 简单的饭菜很快便宜做好。 一家人坐在屋内的蒲尾席上,搂着盘子大块朵一起来。 屁股底下的这张席子既是他们的餐桌,也是他们的客厅。 还是他们晚上睡觉的床铺。 孩子们都饿了一天,尽管没有大鱼大肉,一个个也顾不得烫手烫嘴,用手抓着狼吞狐咽吃得格外香甜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 吉娜自从有了孩子以后,每天都必须吃上一点肉。 早饭没办法做到太过丰盛,只是仓促煮了一锅大米饭,薅了一把野生的小白菜。 还好家中的罐子里尚且留着一点猪油,将猪油产进锅中放在炉火上大火煸炒。 猪油炒青菜,其实也不酸奶,尤其是加入咖喱粉后,吃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。 吉娜咸肉少菜多,内心有些不太满意。 这样寡淡的早饭他完全提不起兴趣,也没有什么胃口。 草草吃了几口之后,乔森出去放羊,吉娜也要去山上收集一些柴火,其实也无怪乎吉娜顿顿都要吃到肉。 他每天除了给孩子喂奶以外,还要干很多重体力的工作,所以能量的消耗特别巨大。 家中用的柴火和清水都要吉娜去备,满满一筐柴。 看起来有百事斤重,吉娜将筐挂在头上,走起山路也是剑步如飞,显得游刃有余,毫不费力。 几趟下来肚子就又饿了。 取出家中仅存的一块腊肉,用柴刀切碎准备煮来吃。 今天的晚饭说啥也得好好过过肉饮。 这些猪肉已经被炉火烘烤过,有七八分数。 吉娜边做边吃,边吃边做。 当地的这种土猪肉肉质很肥,为了解腻和增加食物的丰富程度。 吉娜又淘洗了一碗鹰嘴豆,准备和猪肉一起煮来吃。 猪肉鹰嘴豆倒进高压锅中。 放在炉火上,小火慢炖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高压锅炖煮后的猪肉还没有什么味道。 吉娜在炉火上架上炒锅,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。 将小茴香和洋葱爆出香味后,撒上一把咖喱粉皮色。 将炖好的土猪肉一股脑倒进锅中。 鹰嘴豆炖猪肉也亏吉娜能想得出来。 和咱们做的黄豆焖猪蹄有相似之处。 吉娜是个重口味。 辣椒面咖喱粉一把一把往锅里倒。 咖喱确实能够起到提前增向的作用。 和肉类比较般配。 你平时在家做肉也可以来上点咖喱粉试试看。 咱们主页的橱窗里就有咖喱粉咖喱块。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。 做出的饭好吃又好看。 不多时饭菜便已做好。 两口子坐在地上。 舀上一盘米饭, 浇上一勺鹰嘴豆炖咖喱土猪肉。 两个人搂着盘子大块朵一畅快淋漓地吃了起来。 金黄的咖喱汤染黄了白色的大米饭。 土猪肉赋予了米饭极致绝美的味道。 两口子吃得忘乎所以。 仿佛连宝贝儿子的哭声都没有听到。 吉娜一手端着盘子。 一手揉搓着米饭配猪肉。 吃得狼吞虎咽满嘴流油。 让我看着都忍不住流起口水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观众。 下期更精彩。